假設大家做了以上的步驟,仍然是卡戰力的話,衷心感謝大家的一直支持 你們每一個的訂閱鍵,都是令到本頻道可以保持製作優質作品的動力 大家好,歡迎來到大聲鐘的頻道,今天繼續和大家玩黑色五頁草M,魔法帝之道 開服都已經一段時間了,今次影片就和大家介紹一下 怎樣有效刷一些LR、裝備和日常有什麼事項大家都會經常忽略呢?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進入解說環節,Let's go! 首先分享開服到現在,現時推出過有什麼活動的細節要大家留意 第一個,按左上角的Event,Event裡面分別有兩個不同活動 第一個,最初的基本,我們只需要輸入對應的邀請碼 好友合計等級到50級,會有大量資源獲得 當中包括一些召喚券、造型召喚券、角色召喚券等等 除了最初基本之外,還有新星補給 邀請朋友加入隊伍獲取補給包 同一原理,大家可以輸入邀請碼 三位好友加入小隊的時候就可以獲得額外獎勵 三位隊員帳戶等級到5級、10級、15級 副本任務、挑戰次數到20次、30次、魔攻挑戰10次等等的條件 滿足完之後就可以領取以上召喚券和造型券 除了左上角的活動之外,可以點擊左邊的色紙活動 色紙活動建議大家在6天領取所有對應色紙 例如領取新金、強化技能等等 至於強化技能,我有什麼方法可以挑戰到16次或者20次呢? 點擊故事關卡、點擊大地圖可以去到每個張子的不同商人 不同章節的商人都可以購買到技能強化素材 例如第一章、第二章,購買意志結晶 至於購買意志結晶的時候需要使用到分章 而分章有什麼方法獲得呢? 就是點擊挑戰 一般挑戰裡面有個記憶回籃 記憶回籃裡面是可以打到不同章節的分章 例如我們目前最缺的就是第二章 可以優先將所有挑戰次數拆完第二章 獲取更多世界勳章來換取強化技能的碎片 除了剛剛提及的幾個活動之外 可以點擊挑戰大廳裡面有個期間限定挑戰 在12月11日剛剛推出了全新土伐戰 在土伐戰兌換所裡面 最值得留意的地方就是每天購買次數的道具 分別有體力值、金幣和料理 優先將所有硬幣兌換240行動力 其後我們可以兌換提升裝備調落率15%的料理 有多的就會慢慢兌換意志結晶、意志水晶、意志碎塊 以及SSR萬能魔道士碎片 如果大家之前有看過台服的未來試的話 大約一至兩個星期就會推出S2賽季 泳裝諾艾爾 如果不是玩PVP的玩家 是可以直接skip這兩個pickup詞 留石來做什麼? 就是抽回S2賽季pickup詞 至於角色介紹層面 上次影片已經介紹過 就不多介紹 如果是無課玩家或者微課玩家 建議就忍一忍手 留一留我們的黑水晶 去到下一次賽季的pickup詞 最後一部分 最多玩家感到迷惘的地方 就是怎樣才可以拆到LR裝備 戰鬥力去到18萬才可以進行派遣任務 否則大家就要透過反復戰鬥 不停掛機去拆LR裝備 假設大家的角色好像我目前的情況去到100級 但為甚麼都上不到18萬戰力 19萬戰力 或者20萬戰力 首先第一個最關鍵的地方就是裝備系統 角色除了有裝備之外 亦都會有色品 色品裏面都可以強化到加4或者加8 強化到加4和加8又可以提升更高的能力值 那我們有甚麼方法可以打造更多色品呢? 點擊左手邊裝備開發 點擊完之後左上角有個開發色版 開發色品方面分別有三個不同部位 頸鏈、戒指、耳環我們點選全部位置 點擊完全部位置 我們直接選擇所有SSR裝備 不需要特意選擇UR裝備 有95%出SSR 又5%直接出UR 就可以開發一件SSR裝備 如果大家有足夠UR裝備 透過5件UR裝備來開發色品 如果不是大家可以根據剛剛的選項 用10件SSR裝備獲取一件色品 當收集完成裝備以及色品之後 就去到下一個部分 符魔 我們可以透過符魔 再令到最硬的裝備有個額外的能力值提升 目前體力值是提升144點 然後點擊回符魔 額外提升多7點 再點擊多次 額外提升47點 再點擊多次 提升47點 再點擊多次 額外提升59點 每一次的符魔下限都會有所提升 當發現卡戰鬥力的時候 我們可以透過行動力 拆取大量裝備 拆完大量SSR裝備 再開發不同部位的色品 打造完裝備開發完成色品 下一部分就去到符魔 提升裝備和色品 擁有更高的能力值 假設大家做完以上的步驟 仍然是卡戰力的話 去到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財能 透過測財能關卡 令到角色的被動技能有所提升 例如目前阿斯塔為例 財能能力值 我們優先提升攻擊力加成 和造成傷害量加成 至於協助屬性的 優先選擇迅速 以及傷害減免 至於防禦的 我們優先選擇體力上限增加 和戰鬥開始的時候 以及暴擊耐性 影片介紹到這裡結束 如果大家還想加其他好友入小隊 歡迎入我們Discord 互相分享ID 覺得影片有幫助 記得按個like 還未訂閱 觀眾可以按個訂閱 還有分享給你們身邊朋友 就知道 我們不定時直播再和大家見面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跟訂閱 推定